HELLO 大家好 我是黃紫瑜 歡迎收看黃紫瑜古教室 那這一集我們要來聊HIGH HAT的音色控制 HIGH HAT這個樂器其實在整個鼓組裡面算是最特別的部分 怎麼說呢?因為鼓組這整套鼓 其實它算是打擊樂 對,鼓組就是打擊樂嘛 對,打擊樂 那打擊樂有一個特色是什麼呢? 就是它能呈現音符長度的概念 它不像弦樂器 你只要拉的動作就會有聲音 所以他們在做這些事情的時候 他們要很在意這個自己的音符長度 因為它要決定它的音符的長度要到哪裡 然後起功,聲音才不會持續嘛 但打鼓的話 它的音符長度其實是很概念性的 因為譬如說打這個 它到底是16分音符 還是8分音符,還是4分音符 其實你沒辦法呈現嘛 因為打擊樂就是你打下去 它聲音就在那邊了 但它其實沒有音符長度的概念 那我們所演奏的樂器 沒辦法呈現音符長度 不代表音樂本身沒有音符長度的概念 這點非常非常重要 因為厲害的音樂人總是可以 藉由調整它的演奏方式 來呈現出這些音符長度的概念 所以我們回到今天這個主題 就是hi-hat上面 hi-hat為什麼特別呢? 因為它是這個鼓組裡面 少數能夠呈現音符長度的樂器 因為它可以藉由我們腳的這個開合 然後搭配手的控制 來呈現出這個音符的長度 為了讓這個hi-hat能夠呈現音符長度的變化 那它的音色的控制就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我們今天就是要來聊聊 這個hi-hat的音色控制 首先我們就來聊聊 這個hi-hat的開合的距離 那我知道很多鼓手啊 他們在演奏的時候 很習慣就是讓這個hi-hat 其實就是開一點點 就是一小撮 那像我的習慣 我是會開到大概這個 兩指高的距離 大概就是可以差不多 讓兩隻手指頭塞進去 可能一指半啊 沒有到兩指這麼誇張 那其實我一開始對這個hi-hat 這開合的距離的大小 沒有太大的概念 但大概在十幾年前的時候 應該是我大學的時候 還是剛畢業的時候 我去找了黃瑞鋒老師 那他也是華人圈非常非常知名的前輩 那他最近也是不定期 會更新他自己的youtube channel 那我會在下面附他的連結 那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如果沒記錯的話 我應該是跟他上過三堂課吧 那這三堂課中間 最讓我印象深刻的就是他的hi-hat 他hi-hat都開得超級高 那那時候我就問老師說 為什麼這個hi-hat會開那麼高 那為什麼我不會開小一點 比較好控制 然後他就示範了給我看 然後我就發覺 這關鍵不在於這個開合的大小 而是只要你的左腳的控制能力夠好 其實根本不會有影響你的hi-hat的音色 但可以因為你這開合距離變大了 那你能夠呈現這個表情 反而變得更豐富了 所以從那個時候開始 我的hi-hat大概都是開兩指塊了 對就是因為黃日風老師 那所以像一般鼓舞手 他們hi-hat只有開一點點嘛 那這開這一點點 代表是什麼呢 就是hi-hat的音色 對他們來說 就只有開跟關兩種音色 但是假如我讓這個hi-hat的開合距離大一點 兩指寬的話 你演奏上其實你可以做出很多不一樣的音色 像這樣 像這樣 你也可以做出很多音色 在這裡 那不只用鼓棒打擊 甚至你還多了這個選項 可以直接用左腳來演奏hi-hat 可以做出這種音色 那像這種演奏方式 其實我還蠻常用在爵士樂裡面 像這樣 接著是一個大家比較少注意到的細節 就是在這個Hi-Hat的下面 它其實是可以調整下面Hi-Hat的角度的 我知道有一些最初階的Hi-Hat架 其實它沒辦法調整 那通常只要不要太便宜的Hi-Hat架 其實下面應該都是可以調整的 雖然很少人會去調整它 好 那調整這個到底有什麼用呢 我們先來講 它調整的其實就是下面Hi-Hat的角度嘛 那我們先來說說看 如果是歪斜的話 它聽起來是怎樣 我盡量把它調到最歪的地方 所以你們看我腳踩的話 它聽起來像這樣 所以你們會發覺 因為它最歪 所以它打開的時候 它其實上下都會一直碰到 所以就會一直創造出這個撞擊的聲音 那相對如果是平的話 一打開的時候 它們兩邊就不會接觸到 所以你就可以創造出這種 比較純粹的Hi-Hat撞擊聲音 那這個在鼓棒演奏上 會有什麼差別呢 差別在於 像我們有時候在做這些流行樂的時候 到副歌嘛 我們有時候Hi-Hat會開比較大一點 讓它比較澎湃 那這個時候如果你的角度是平的話 它其實開到大一點的時候 其實那聲音會聽起來有點怪 因為它上下會有點沒辦法碰在一起 聽起來有點像是你在打一個小號的Crash 總之我打一次大家都知道 其實也沒有對錯 就看你的喜好 但是如果我們把它調歪一點 讓它就算開得比較大的時候 依然還是可以摩擦的話 那其實我們可以表現的這個張力就更多了 我們試試看 那當然要能夠演奏出這麼多不同的音色的話 那就會非常要求這個左腳的技巧 就是開合的技巧 你要能夠做出這個不同程度的開合大小 那就比較難一點 那所以我們前面大概講過了這個開合的這個高度 可能兩尺寬嘛 然後也包含了這個下面的這個角度 那接下來還有一個地方會可以調整 就是這個hi-hat 這個clutch 上面的鬆緊度 喔對了 題外話 我後來發覺很多人都不知道怎麼正確使用這個hi-hat clutch 所以我下面有附一個這個連結 因為我在前幾集的時候 要稍微教大家如何使用這個hi-hat clutch 所以如果不知道怎麼使用的話 記得點一下這個連結去看一下 複習一下 那所以如果你這個hi-hat clutch使用正確的話 其實它下面應該是鎖死的嘛 所以不會掉下來 那反而你上面就有空間可以調整它的鬆緊度 那其實它調整鬆緊度 有什麼好處呢 啊不是說什麼好處啊 會有什麼影響呢 你調得越緊 它越不會晃動 你調得越鬆 它就有空間可以做這個晃動 那我們來研究一下它這個到底會怎麼樣影響音色 所以你調整比較鬆的話 那基本上它上面的這個搖擺程度就比較高了嘛 所以像我們剛剛在做這些 比較磅礡的副歌演奏形式的時候 它就有更多的機會去跟下面這個去做這個碰撞 所以聲音會更綿密一點 那它也可以延續這個綿密感 到你這個開合甚至比較小的時候 因為畢竟上面是鬆的嘛 所以它也可以就是更多的碰撞 所以大家都可以玩出這個細膩的磅礡感的音色 大概像這樣 所以你們看 就算開小小一點點 但你就可以創造出這個 有點開合的效果 那所以除了這個開合的音色之外 那大家會發現 因為上面的這個high-hat已經比較鬆了 所以你現在甚至可以做出 你在B起來的時候 音色的變化 這很抽象對不對 沒關係我來示範一次給大家聽 如果我們踩得很緊 聽起來像這樣 但因為上面比較鬆 所以這個閉合的程度 也會影響音色喔 不要小看這個小小的音色變化 其實都可以幫助我們這個呼吸的呈現 特別是你在做一些比較複雜的 十六分音符的high-hat演奏 聽起來會特別明顯 比如說像這樣 最後我們再來講到 鼓棒怎麼去影響這個high-hat的音色 大家都知道鼓棒有棒頭跟 這叫什麼棒聲嗎 對我們就叫棒聲好了 我不知道怎麼講 這個棒頭跟棒聲 其實你在用棒頭去演奏這個high-hat的時候 它聲音會比較像是顆粒的感覺 那你用棒聲的話 會比較是一片的感覺 所以我在演奏的時候 常常會運用這個棒頭跟棒聲的 這個比例的不同 然後再配合這個左腳的開合的程度 來創造出這個不同音符長度的感覺 所以大家可以聽聽看 所以大家可以聽聽看 所以大家可以聽聽聽看 然後再配合這個 可以聽聽看 這個影片 才會有出現的感覺 然後再配合這個 跟我們再配合這個 那Hi-Hat的控制差不多講解到這邊 那其實對我來說 Hi-Hat真的是在這個鼓組裡面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存在 甚至是一個靈魂般的存在 所以如果你們懂得如何去駕馭這個Hi-Hat的音色的話 其實可以大大的加深你們演奏的深度 好啦,那以上就是這一題的內容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記得幫我在下面按一個讚 然後也可以幫我留言充充人氣 然後記得在這個影片的右下方點這個訂閱鈕 如果你還沒訂閱的話 因為我每週都有更新不同的內容 那你就不會錯過 那當然還是要推銷一下我自己的這個魚粉會員制度 如果大家覺得喜歡我這個影片 想要支持的話 歡迎到我的Patreon的網站 每月贊助我大概一兩杯咖啡的錢 然後享受魚粉的專屬力 也可以讓我更有動力去製作這些優質影片 好,就這樣 我們下一週再見 掰掰 掰掰 我們下次見 下次見 再見